iliyor今天採訪教士導演 生日科ρώ的教學 大家好我是Andy 今天要講的是走速教士的學習 那我先介紹一下我 是 我罹患了棒球癌症 所以 通常走速教士都是跑去棒球場 現在是念資工四年級 那最近剛考研究所 但是好像連背區都沒有 但是 但是肉保沒關係,因為學習是一輩子的事情 通常我們學習通常會按照學校的規劃 從小學、中學、大學一路這樣子念下來 但是上了大學之後,我發現 讓自己有學習的動機是一件更重要的事情 那怎樣有學習的動機呢? 其實就是讓自己保持一個赤子之心 就像阿英斯坦說,自身在偉大阿密之前 我們永遠都想好奇的小孩 保持一個好奇心,其實是一個讓自己永續學習的動力 所以有永續學習的動力就會有目標 有的目標就會繼續向前進 那回到學校來,我們學費都繳了 就算有學校資源 那在學校資源呢,主要有這三個 大概有這三個方法 那在各系所還有學校通常都會有一些公告 什麼一些資源可以利用 那我比較建議的是圖書館 圖書館除了它本身自己的館長書籍之外 其實它還有電子期刊 然後還有一些電子影音資源 還有一些可以跨校借書 跨校一些文獻的影音之類的資源可以利用 那通常學校雜在圖書館的錢每年其實都還蠻多的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利用圖書館這個資源 那其實還有跨校選課 那跨校選課的話 通常就是會有這兩個聯盟 一個是學校的聯盟 一個是區域的聯盟 這聯盟之間通常都會互相承認學分 或者是一些選課的行政程序會比較簡便 那是有時候選不到 也選不到自己想要的課 或者是找課表的時候發現沖堂 那怎麼辦呢 其實還有另外一方法就是開放式課程 那開放式課程就是學校把自己的上課的實況 還有講義放到網路上面 那比較著名的有 國外比較著名的有麻生理工學院 哈佛大學 那麻生理工學院後來在台灣 有助學員的基金會去做翻譯 但是我不知道現在情況怎麼樣 那哈佛大學比較著名的是 Michael Sandel 的正義課 那正義課在台灣其實有引起一個比較廣泛的討論 在台灣呢就是以交通大學為首 他率先建立了他的開放式課程的系統 那其實在國... 他後來出到國外獲獎 那後來其他大學陸續跟進 那這些大學呢就組成一個大學開放式課程的聯盟 那在聯盟上面其實可以看到許多學校 他把他的資料放上來 他把他的上課實況資料放上來 講義放上來 那後來... 然後後來眼睛到現在就是 近幾年來就是 演變成一個大規模開放式線上課程 英文簡稱叫MOOC 那... 跟開放式課程有什麼不一樣 MOOC相較於開放式課程來說 他有固定的時程 就是他在... 比如說在這十週之內 他會上完完整的課程 然後課程呢他也是... 他跟開放式課程不一樣 他會把... 他會... 呃... 我有點緊張 那個... 開放式課程呢 他是上課... 他是上課... 學習... 上課的實況內容 但是MOOC他是專門去... 製作錄影 錄影然後... 做一個完整的課程規劃 然後在MOOC上面也有一些... 受課的討論區 可以讓... 受課的學生和助教和老師去做互動 這點在... 開放式課程就比較沒有 那... 在... 那個... MOOC上面呢 他還有... 每一節... 每一節課程結束 還有... 可以做課後測驗 那... 這一測驗都會當作成績 到... 那個... 結業的時候 如果成績通過的話 他會... 發給你一些... 結業的證明之類 這些... 在... 開放式課程... 都是比較沒有的 那... 比較著名的幾個開放式課程呢 有... 那個... 第一個是... 今天提到很多次的... 可安學院 然後還有... 還有... 一些... 有的City 還有... MIT的EDS等等 那台灣大學呢 就是... 在... 去年底呢 就開始在... 開始... 開設計的課程 比如說... 例如... 還有... 青世皇等等 或者是... 還有... 機器學習之類的課程 那... 其實除了學識之外 呃... 我們可以從... 獨立媒體 還有參與一些... 社會議題社群 或者是... 開源社群 去獲得... 呃... 我們想要的... 去... 做更多的學習 得到我們... 其他... 我們本身... 生活圈... 舒適圈裡面得不到的資訊 那... 比如說... 這邊... 列... 列幾個... 就是... 比如說... 新頭殼... 還有公視的... people公民新聞 然後... 番薯藤... 製作的... 地球突擊隊等... 那... 在Mobile01上面... 其實有人整理出來... 一些獨立媒體... 還有一些... 就是... 非... 商業媒體的一些... 網站的新聞... 那... 大家... 可以上去參考一下... 那... 在上個... 欸... 前一個... 在1月的時候... 就是... 蘋果... 蘋果... 即時... 即時新聞... 它上面也提供了... 獨立媒體上去... 就是... 標題還有全文... 登載... 在... 蘋果即時新聞上面... 它蘋果不做任何一個修改... 所以大家... 可以上去蘋果的時候... 可以順便看一下這些獨立媒體的報導... 那... 既然了解了獨立媒體... 它通常都會提到... 社會議題... 譬如說... 呃... 核能發電... 然後... 那個... 土地徵收... 或者是... 軍方的一些不公平的制度... 那其實... 除了關心之外... 我們應該可以做什麼... 譬如說... 呃... 去年的時候... 那個... 就做一個... 就是讓學生去做一... 做一場... 然後... 做一些可以實際... 產出的作品... 那譬如說... 像是... 政府... 它也是利用... 政府的資料去做一些... 讓大家可以更去了解... 政府的一些... 施政措施這樣子... 那... 很多事情其實就是去做嘛... 就是有興趣然後就去做... 就像林姨姐講的... 有些事情的... 開始可能只是參與... 那就... 就希望大家... 就是... 有興趣然後就去投入... 就是... 其實不用管什麼後果之類的... 那... 休克就到這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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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